因为岛屿风比较大 台风来危险 所以可以挡台风 它是活动的 三大门 这个大门只有男人才能走的 女的走小门 重男轻女 所以走三个门 不是现在别误会 现在我走中间的 我老公是走这边的 没有啦 开玩笑 您别误会 这个呢 代表身份 不是用来支撑房子的 一根两根 他们家是当官的 您看那边是没有柱子的 看到了吧 那根呢是用人住的 有那个主妇之分 如果全家都这样的话 那是老百姓家 可能是做生意的 也不一定 因为当官人家都有钱 它都有用人服饰 这边这个屋子是小老婆住的 这个是正房 那是天房 后面还有三间 这个家里 它也是有两根 两根是必须的 但是它是 这个家的男主人的小老婆 对对对 你不要说小老婆啦 以前就是妾嘛 那是正式嘛 那是偏房嘛 为了传农接大纸的嘛 那个年代你也知道 那皇宫里面 皇后就有位皇妃 对吧 但是这是有婚礼的 那是没有婚礼的 哦 所以它位置朝阳 阳光照的方向 它是有防卫的 住的地方也是很舒坦的 你看那有东东西屋 对吧 那个屋子上面没有烟囱 不敢坐 怕冒烟 怕日光发现 季州岛不是靠近日本 您从这边去的话呢 大概飞机一个小时是什么 对 就隔一个海就是了 但是那个年代的话叫倭寇 他们就传到季州来 他们是他们建立的人 因为现在在山上嘛 冒烟的话就知道有人了 所以以前煮饭烧马芬 这里不是养马为生 那个大便量干就可以烧了 不冒烟 现在马芬用来做肥料 因为这里种东西有点难 产量不高 因为土少 您去海边不是也看到熟红 它是果山岛 还有这个介绍过吗 但是您都看到它嘛 各位那边 可怜的那个是后面 这个才是它的正面 大家不要过去 这个才是它的正面 这个正面 是 原来是没有人的模样的 那个脸是后来加上去的 所以它的历史我再给您介绍 从这里开始的 原来每个家都放这个石头 为什么呢 那女人岛 殷器盛 嘉宁女人多 为了是个儿子 用这个杨具来压殷器的 所以它的名字原来叫南根石 您在基佐岛很多酒店门口 都会有这样形状的时候 到处都会看得见 所以各个就是大大小小 都是这个意思 压殷器 因为女人岛嘛 您看 山多风十如女人多 三无 无小风 无乞丐无大 所以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用来压殷器的 所以那原来叫南根石 方官呢 你觉得不好看 脸上去的 从这边才去的 因为五百年前 这个村司市政府 我们叫道玉亭 叫唐玉亭 您里有个搜索 您表着会写名字的 所以这个来源 我给您介绍 你的名字里来就明白了 他带的帽子是蒙古人带的帽子 基佐岛四分之一的血是蒙古人的 就介绍人的 这边蒙古人土吃快八十名了 中国叫元导 这里叫高丽 你说从基斯汉对 骑马的民族嘛 那他骑凌厉害嘛 所以他找的那些骑马的 羊马的地方很重要 那这边不是本来就羊马吗 发现这边的马比较的要几样好 发现这边是马生活的好地方 把那个挨脚马放在这里 救导挨脚马厉害 就是拉军粮 拉装备的 高的马是跑在前面打仗的 打仗结束人都走了 马就在这里 所以你看那个房子叫蒙古光 有蒙古文化的影响 是这样子的 哦哦哦哦哦 不知话 就是这样讲的你不知话 他有什么 没有 以外背包啊我没提起 他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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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右手告诉文官 左手告诉文官 怎么说呢 这个是金师祝格亮 教您怎么打仗呢 在后面策划的人 那个将军是直接带您去打仗 现场的 所以呢 一个人一个人 嗯对 所以呢 这个是后来家的意思 他这个神呢 是摸的 而不是拜的 再来韩国也不是拜的文化 我们呃 华人的话 一般都是拜拜的 佛教的话 韩国人是戳手 戳是求的意思 尤其日本的话 是拍手 对每个国家 可能文化不太一样 那你要建筑的话 就是这样 对吧 然后耶稣基督 可能是其法 所以每个呃 有些他的那个 动作的文化 所以呢韩国人是戳手 您看韩剧就知道了 拜托求人 都会这样求饶 都是这样戳手的 对对对 这样讲您就明白了 OK 我们不明白 不明白谁时问我 这边呢 这怎么样这 这要怎么这 这要怎么这 这都几粒这头呢 这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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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来的 这边呢 如果你来的 怎样